唐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李毅的书生 出身名门 财貌俱佳 二十多岁时已经考中了晋识 这年六月 他准备参加级别更高的书判拔萃科考试 攒住在长安的新昌理 少年得知的李毅 世财傲物 自命风流 一直希望找到情投意合的伴侣 甚至到处寻法铭记 可惜一直没有遇到心爱的人 长安城里有一位叫豹十一娘的媒婆 曾经在薛父母家做过婢女 凭着一张憔悴和在父母家待过的经历 皇亲国戚 富贵之家的小道消息 他都能打听得到 被人称为豹妈妈 于是李毅就找到豹妈妈 希望她能帮自己寻一份良缘 一天下午 李毅正闲坐在书房 仆人说豹妈妈来了 豹妈妈一来就说 李公子 昨晚可曾做梦 我可听说有一位仙人被放逐在人间 不爱财 不爱物 只爱慕风流倜趟的财子 这千载难逢的小林领般配呢 李毅一听 连忙败谢豹妈妈 豹妈妈接着说 这位姑娘是霍王家的小女儿 名字叫小玉 小玉的母亲曾经是霍王最宠爱的婢女 霍王死后霍家人嫌弃小玉是婢女所生 不愿意收留她 在分家产时呢 就多分了一些 打发走了她 后来小玉改了姓 人们也不知道她本是霍王之女 李毅听完很同情小玉的遭遇 接着 豹妈妈补充道 小玉颇有自色 多才多艺 可谓琴棋书画 无所不通 前些天她托我寻找一个好郎君 希望品格 情调能够配得上她 我就介绍了李公子您呢 小玉一听 表示愿意结识一下 李毅喜不自禁 马上问下一步该怎么办 豹妈妈说 我打听到了她家住在盛夜坊 我已经和她约好了明日午时见面 第二天中午 兴奋的李毅早早到了小玉家 豹妈妈和小玉的母亲 已经在门口等候 小玉母亲有四十多岁 她对李毅说 听说李公子有才有貌 果然名不虚传 我这个女儿虽说调教不周 但容貌不至于丑陋 和李郎您还是很般配的 豹妈妈心领神会 暗示李毅道 今晚就让小玉来服侍您 李毅慌忙起身答谢 这时候小玉从闺房中走出来 见到小玉 李毅仿佛触电一般 原文是这样写的 但决一世之中 若穷林欲树 互相照耀 转判精彩摄人 小玉羞涩地低下了头 轻声说道 百文不如一见 才子果然是才子 气度不凡 接着小玉母亲安排酒宴 准备好好招待一番李公子 酒过三巡 天色见黑 豹妈妈就安排 她到小玉家的西院歇息 当天晚上 这对互相喜欢的年轻人 就做了夫妻 但是亲密过后 小玉却泪流满面 她对李毅说 我本是娼妓人家 不能与公子匹配 如今因姿色而得到您的爱恋 只怕哪天年老色衰 君子感情也会转移 到时候我就像 没有大树可以依靠的 藤萝一样 小玉这么一说 忍不住悲伤起来 低声啜气 李毅赶紧伸过手臂 搂住小玉说 平生之愿 今日实现 即使粉身碎骨 我也绝不会离开你 不如我们一起蒙事吧 李毅毫不犹豫地 写下了八个字 隐喻山河 只成日月 也用山河做比喻 只看日月表成心 李毅的态度 句句恳切 令人动容 出身名门 前途无量的才子李毅 与风尘女子霍小玉 一见钟情 私定了终身 李毅岂是要与小玉长久 那么李毅为什么不去找一个好姻缘 而是找一个风尘女子 做自己的知心爱人呢 其实在唐代 普遍存在着文人侠迹的现象 像李白诗中 落花踏尽游何处 笑入湖记九四中 还有杜牧的诗 十年一教扬州梦 赢得青楼国姓名 白居易的诗 春风得意马蹄吉 一日看尽长安花 这些诗句都描写了 当时的文人少年得知 便由青楼 甚至使乱中气的场景 唐代文人侠迹并不是个别现象 可以说是一种风气 为什么呢 一方面唐代官记也发达 一些文人举子 因为科举考试的原因 长时间滞留在都城 难免孤独 而很多沦落封城的歌迹 也有比较高的文化素养 在歌舞 文学 音乐方面 出类拔萃 所以书生和歌迹们 吟师作父 也成了他们炫耀的资本 李毅在长安自然会受到 这种风气的影响 不过当时他遇到了小玉 一见钟情的两个年轻人 产生真正的感情 完全是可能的 小玉到底是不是 霍王家的女儿呢 霍王在历史上 确有其人 根据新唐书的记载 霍王本名李元鬼 高祖李渊的第十四个儿子 武则天时期因为谋反而被处死 唐忠宗神龙元年 李元鬼的长子 李旭的孙子李辉 这样算来呢 也就是霍王的曾孙 也被封为霍王 唐代存在着两个霍王 霍小玉传的故事 发生在大历年间 如果按照时间来推算 霍王是李辉的可能性比较大 需要指出的是 唐代 昌济 谬托高门的现象十分普遍 所以小玉到底 是不是霍王的女儿 也不好说 李毅和小玉在一起 虽然是两情相悦 但不能不说 李毅最初的想法 是才子配家人 小玉和李毅在一起 也算是一个弱女子 寻到了依靠 李毅和小玉发现盟事 隐喻山河 指承日月之后 两人过了两年 相亲相爱的日子 两年后的春天 李毅参加了 书判拔萃科的考试 如有神助 高中投名 随后被授予正线 主部的官职 到了四月 李毅要离开长安 走马上任了 小玉对李毅说 以李郎的才学和名声 为人仰慕 愿与您结婚的名门之女 一定很多很多 您这次回家 说不定会缔结姻缘 当初咱俩的盟约 恐怕只是空谈罢了 谢身有个小小的愿望 我年方十八 郎娟也才二十二 距离您三十而立 只有八年 一辈子的欢乐与爱恋 希望在这八年内 享用完毕 然后您再去挑选 名门望族 结成勤尽之好 也不算晚 八年之后 我愿清登古佛 度过余生 再不过问世事 李毅听完 既惭愧又感动 她对小玉说 我对天发誓 不论生死都会遵守诺言 一定与你白头偕老 八月我会回到华州 派人前来接你 我们相见的日子 不会遥远的 说完 两人相拥而弃 李毅参加了拔翠科的考试 高中投名 随后被授无官职 如果李毅履行当初 自己对小玉的誓言 接下来 该着手准备迎娶小玉过门 给小玉一个名分了 为什么这时候 小玉却说 要和李毅再相守八年 然后让李毅另娶的话 她为什么对自己将来的命运 如此悲观 李毅离开小玉后 还会遵守 她和小玉许下的盟约吗 中央民族大学 蒋爱花副教授 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唐传奇里的法文化》 《文法容不下的深情》 小玉虽然沦弱风尘 仍然对美好的爱情 心存向往 当她遇到了少年登地的才子李毅 便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 但是因为生活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 她清晰地意识到 自己不可能成为李毅 明媒正娶的妻子 所以才在与她结合的第一晚 就预料到爱情的结局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古到今 婚姻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礼仪 在唐代 婚姻必须奉父母之命 经媒妁之言 所谓门当户对 是指男女双方 包括出身 家庭等各种方面 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 属于同一阶层 这是一种实践法则 也是墨守成规的社会规范 唐代法律有明文规定 凡官户奴婢 男女成人 先以本色辟偶 本色两个字很说明问题 也就是说呀 官户人家的奴婢 只能与同等阶层的人联姻 而作为唐朝的读书人 如果想在功名上求取进步 最好是联姻高门 如果取不到高门大姓的女子 无异于自毁前程 婚姻对于男女双方的行为 具有限制性 婚前的风流运势 如果真正产生了感情 在面临不能结婚的前提之下 结果只能是始乱终气 这是唐代传奇中 多数以悲剧告终的原因 小玉作为娼妓出身的女子 她看惯了身边的姐妹 被喜欢又被抛弃 也深知身份的障碍 无法光明正大地成为 李懿的正妻 所以她才悲伤无奈地 给爱情设定了一个期限 八年之后 让李懿另取高门 可是李懿是怎么做的呢 她有没有想办法 和小玉在一起呢 几天后 李懿远赴新职 李懿上任之后 另假期回到了老家 刚一到家 她就听说 母亲已经替她和表妹卢氏 答应了婚约 太夫人一向严厉 李懿不敢违背 只好前去表妹家 行笔答谢 也答应了近期内成婚 卢家是名门望祖 聘取的彩礼不菲 李懿家并不富裕 但这事可能要借贷 所以李懿找了个借口 溜出去了 实际上投奔了亲戚 渡过长江和淮水 从秋天一直躲到了夏天 李懿没有去见小玉 等于背弃了八月相见的盟约 李懿还拜托亲戚朋友 不能对小玉走漏风声 李懿和小玉是相爱的 为什么又不得不屈从 家里的安排呢 为了追求家族血统的高贵 当时的世家大族 耻于与外族小姓通婚 陈确先生曾经指出 唐代社会呈南北朝之旧俗 通义二世平量人品之高下 此二世一约婚二约患 凡婚而不娶名家女 与世而不由清忘观 据为社会所不齿 婚姻和世患是男性 获得阶层上升的通道 在中国古代 姑表婚比较常见 李懿和自己的表妹结婚 与礼法而言合乎规矩 如果不与表妹结婚的话 与风尘女小玉结婚 李懿的前途必然受到影响 这边李懿不得不听从 家里的安排 那边苦等李懿的小玉 见李懿过期不归 多次打探阴性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她的内心充满了犹豫与绝望 经常为自己和李懿的事 算卦占卜 家里值钱的东西也卖空了 过了一年多 李懿家早已凑足了聘礼 卢家姑娘也到了长安 李懿终究躲不过家里人的催婚 只好乖乖地回到了正下 准备迎亲 李懿要结婚的消息 最终还是传到了小玉这里 伤心的小玉一病不起 李懿得知小玉病重 心生愧疚 但她拗不过母亲的逼婚 索性狠心割爱 不肯去面见小玉 长安城内传言四起 风流人士与豪杰侠客 无不感叹于霍小玉的多情 愤怒于李懿的薄姓 初春三月 李懿和伙伴们到崇敬寺欣赏牡丹 忽然来了个豪侠 穿着黄色麻布衫 戴着弓箭 身后跟着一个仆人 豪侠上前对李懿作医 说 我本山东人士 虽然文才不佳 但一向喜欢贤能之人 我的住处虽然简陋 离这儿不远 但也有乐队歌迹 共阁下歇息 李懿听到豪侠一番赞美 也动了心思 便和豪侠策马同行 没想到被带到了小玉家门口 路上李懿发现部队时 已经脱不开身 小玉家的看门人 马上回屋通报 李公子到了 小玉全家又惊又喜 在李懿来之前的晚上 小玉曾经做了一个梦 梦见穿黄衫的男子 陪同李懿前来 到了床前 让小玉脱鞋 小玉惊醒之后 告诉了母亲这个梦 还解释道 这并不是一个好梦 鞋者 鞋也 是说夫妻要再次会合 脱者 姐也 相见又要分离 也可能是 永别 母亲听到这么绝望的话 赶紧这只女儿继续说下去 第二天 小玉请求母亲 帮她梳洗打扮 小玉刚刚打扮好 李懿果然来了 见到李懿 小玉怒目而逝 最终对李懿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为女子 我为女子 国命无私 君为丈夫 父心若此 可怜我年岁上青 心怀冤恨死去 慈母在堂 不能供养 李君李君 当今永绝 我死之后 必为厉鬼 使君妻妾 终日不安 说完这些话 小玉就气绝身亡了 看着小玉再也无法醒来 李懿痛苦不已 为小玉穿上了白色的丧服 一个月后 李懿还是和表妹卢氏成了婚 随后 李懿和新婚妻子一起回到了郑县 李懿与小玉的爱情故事 以悲剧收场 小玉含恨而终 李懿听从母亲的安排 娶了表妹卢氏 可是李懿与卢氏的日子 过得并不美满 婚后不久 李懿就一直修书 将卢氏修了 而且李懿之后再娶 也都以失败告终 她感情的失败 除了受到唐代门帝婚姻观念的影响 与李懿本人的性格 有何关系呢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副教授 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唐传奇里的法文化》 《闻法容不下的深情》 一天晚上 李懿和卢氏正在睡觉 忽然听见 帐子外面有嘀嘀咕咕的声音 李懿一看 见到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 连连向卢氏招手 李懿惊恐地爬起来 绕着帐子看了好几圈 忽然那个身影又不见了 从此之后 李懿心生疑惑 不停地猜忌 新婚一耳的小夫妻天天争吵 又有一天 李懿从外面回来 卢氏正在床上弹琴 她看到门口 抛进了一个犀牛角的盒子 中间有一束绢 达成了童心结的样子 落在卢氏的怀中 李懿打开一看 里面有两颗表示相似的红豆 李懿气坏了 愤怒地大吼 她托过妻子怀中的琴砸向他 拼命盘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卢氏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有口难辩 从此之后 李懿经常家暴妻子 百般虐待 没过多久 就把卢氏修掉了 说到这里 可能大家会有疑问 想修妻就能修妻吗 卢氏并没有过错呀 在中国古代 丈夫想要修掉妻子 无需征得女方的同意 只需要写一纸修书 就可以将妻子驱逐出门 妻初作为一种道德礼教 早已形成 妻初的规定是这样的 无子 淫义 不适就姑 口舌 盗窃 妒嫉 恶嫉 这些都可以是修妻的理由 到唐代时 妻初变成了法律 后来的原典章和大清律 都把妻初纳入到了法律条款中 李懿以所谓的淫义为理由 修掉了卢氏 女性哪怕是被猜忌 被家暴 也没有申诉的权利 卢氏被修掉后 李懿先后找过多位伴侣 有一个叫迎师姨娘的名妓 李懿非常喜欢她 也领回了家门 但李懿对她横家猜忌 每次出门时 她都用浴盆 把迎师姨娘倒扣在床上 周围加上封条 回家仔细查看之后 再揭开封条 反反复复 李懿前后 娶妻三次 都像开头一样 不得而终 故事讲到这儿结束了 小玉临死前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死之后一定变成厉鬼 让你的妻妾终日不得安宁 按照这种说法 似乎因爱而生恨的小玉 在报复李懿 事实上 这场悲剧的成因 跟李懿的性格也有关系 李懿是典型的逃避型性格 她对即将发生的事情 和不可预测的未来 总是选择以逃避的方式应对 像她刚回家 知道母亲为她定亲 她没有向家人讲述 她和小玉的关系 当她为举办婚礼 而打着借贷的名义 四处躲避时 没有将实情 告诉日期夜判的小玉 而是再一次逃避 当豪侠劫持礼仪 来到小玉府上时 她想伺机逃走 在小玉将要离世之时 面对小玉爱恨交织的斥责 依然选择沉默 受过感情伤害的小玉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扬然而去 同样感情受挫的李毅 已经丧失了理智 不能正常的生活 眼见心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 巨大的打击 也很可能让她性情大变 这在她对妻妾的猜忌 和暴虐行为中 表现得淋漓尽致 到最后 不仅是李毅和小玉的悲剧 连带李毅的妻子卢氏 还有她后来的妻妾 都陷入到了这场悲剧之中 李毅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的 迎娶霍小玉呢 仅仅因为她是傅心汉 那么简单吗 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 其实是唐代门帝婚姻的观念 与习俗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属于门阀士族社会 出现过比较多的名门望族 也称为世家大族 其中有五个姓氏 堪称豪门中的豪门 他们分别是 崔 卢 李 正 王 这五大姓 这些世家大族 如何崛起的呢 一部分是 汉位以来传统的高门 像太原王氏 泛阳如氏 行阳正氏 另一部分呢 是五湖北朝以来 在北方崛起的地方军事贵族 如荣熙李氏 清河崔氏 崔鲁李正王 这五大姓到底有多牛呢 唐朝宰相薛元超曾经说过 晋氏吉地 氏林之荣也 娶五姓女 婚姻之荣也 撰修国史 文章之荣也 意思是说呀 自己平生有三大汉事 其中之一 就是没有娶到五姓女为妻 薛元超的话代表了 当时读书人的心思 要知道薛氏一家 也不是普通人家 薛氏与伟氏 裴氏柳氏 合称为官中四姓 属于威妄非常高的妄族 宰相娶不到五姓女 尚且可以理解 连皇帝嫁女给五姓 甚至还遭到过拒绝 清河崔氏嫌弃大唐皇室 有胡人的血统 门第不高 所以曾经拒绝迎娶公主 唐代后期 贵为天子的唐文宗 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 民间修婚姻 不计官品而上伐月 我家两百年天子 故不如催如烟 五大姓为何不娶外姓女子呢 他们为了保持自身的婚姻 和示唤处于不败之地 形成了五大姓之间的 同婚关系 虽然李毅和小玉 是小说中的人物 他们所处的时代 正是科举制度 对门阀制度 形成冲击的时期 但两者并存 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 选举众蜕蝶 婚姻上伐月的观念 并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改变的 相比于封臣女霍小玉 卢氏所能够带给 李毅的好处 是不言自明的 主人公李毅 在当时确有其人 是中唐时期著名的 编赛诗人李毅 对于作者 为什么以李毅为蓝本 写霍小玉传呢 曾经有过多种解读 而一千多年之后 小玉的故事 成为我们观察 唐代社会的一个窗口 唐代诗人 以迎娶名门女子为荣 因为这种联姻 有利于仕途 和提高社会地位 婢女所生 沦落封臣的小玉 没落的霍王家族 自然不能给书生礼仪 带来实质上的阶层上升 婚姻的等级性 岂是一个多情的弱女子 所能够打破的魔咒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在唐代传奇小说 《谢小娥传》中 谢小娥在父亲与丈夫 被强盗杀害后 一改柔弱的形象 最终寻得时机 手刃了仇人 那么她是否会因为 犯下命案 而受到惩处 下期节目将为您讲述 唐传奇里的法文化 解字迷 报亲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